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 从夏代书这一家人开始 这家人跟蔡天凤谋杀案那一家人 就是做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来谋杀 你看差别那么多 蔡天凤那些马上被抓去拘留 结果这个夏代书他们还可以进去 作案现场去清理啊 什么做一些动作你知道吗 再来骂这个中检这些人 中检这些人还要帮他们 我听说那个 那小弟弟还被他们划了几刀 要就是做伪证 就是这些中检在帮他做伪证 中检这些人应该早知道这是谋杀 是不是等着想要分一杯羹啊什么的 你们杀死人家的小孩 害死人家的小孩 还想着要夺取人家的财产 你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 检讨检讨 还有把这个案件拖着那么久 这个是明明一个谋材害命的案件 被你们拖了那么久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机心是什么 把高法医还有许律师他们拖着这么久 拖着他们也很累啊 你们这群官方还有这个下代书这些人 还不赶快去给赖妈妈道歉 把钱还给人家 还要赔钱给赖妈妈 你们真的政府也应该赔钱给赖妈妈 虽然神说神会主持公道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 其实神有他的时间 我也曾经跟神讲说 把这些人杀几个来 看他们还悔不悔改 但是我的感动就是 神希望他们悔改 神给你们那么久的时间 让你们悔改 你们赶快悔改吧 你看你们的小孩要是杀死人 你是不是想赶快把他藏起来 然后帮助他潜逃 神有一点是这种心态 这些人虽然那么坏 也是神做的 神也希望你们赶快悔改 所以我们来祷告好了 神啊神啊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案件 虽然你叫我不要担心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在这些案件上面 但是我们就是 你看艺人都这么生气 我们都快变成恶人了 我们都想杀死这些恶人 你看啊 神啊求你赶快主持公益吧 神啊求你帮助这些人 赶快悔改 赶快悔改 奉耶稣基督民 我们捆绑一切的黑暗权势 在这个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社会上 神啊我们宣告台湾 你要在台湾做王掌权 台湾的人要悔改 要敬拜你 你是万神之上 你是 the king of the king law of the lord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悔改认罪 求你带领台湾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奉耶稣基督